数百块钱才能买到一斤新鲜的帝王蟹 让很多人都不能理解 此外 帝王蟹肉的口感因人而异 有人觉得帝王蟹并没有大闸蟹好吃 蟹大闸蟹便宜得多 那究竟出于什么原因 让帝王蟹如此价格不菲 这里是万五零 欢迎关注熊探长 单影探索有零万物 俗话说得好 一分钱一分货 帝王蟹贵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帝王蟹是全球知名的美食 但分布面积极其瞎小 帝王蟹主要分布在 北太平洋靠近北极的冷水海域 少数分布在智利靠近南极的冷水海域 因此 出口帝王蟹的国家极其稀少 中国的帝王蟹都是从海外进口的产品 这就导致 价格和汇率和对外贸易情况密切挂钩 帝王蟹在国外可能是中高档的海鲜 进入国内后摇身一变 变成了只有少数人能享受的高档食品 捕捞帝王蟹可是十分讲究时机和技巧的 大多会选在每年的9至10月份 其他时候不会捕捞 因为这个时候的帝王蟹长时最好 肉质饱满且鲜美 而捕捞帝王蟹也十分讲究 并不是随便下个渔网 就可以捞到大量的帝王蟹 说是捕帝王蟹 准确说其实是吊帝王蟹 为了让这些大宝贝上钩 渔民会采用又补箱 箱子内置可以吸引帝王蟹捕食的饵料 一般会选择飞鱼 鱿鱼这样对人类来说都极为珍贵的海鲜 因为普通的海洋动物 帝王蟹不会来吃 这直接提高了捕捞帝王蟹的成本 而国际市场对帝王蟹的破解需求 又变相导致 可以流入人类参猪的海鲜数量减少 目前市面上常见的帝王蟹多为红色帝王蟹 这种帝王蟹有严格的捕捞限制 美国人平均一年的捕捞量 限制在1万吨左右 有人认为限量捕捞可以变相提高帝王蟹的价格 简单来说 就是通过这些限令 来减少帝王蟹在市场上的流通数量 再通过广告造势 炒作商品 这就是所谓的钻石变局 虽然关税成本产量 三者共同导致帝王蟹的价格居高不下 但是还有一个直接原因 则是人工成本极高 完全可以说 卖出去的帝王蟹的回报 就有很多部分是给船工的买命钱 之前熊探长提到过 帝王蟹大多分布在北太平洋的冷水海域 而为了保持蟹肉的质量 一般会选择在每年的9至10月份捕捞 北太平洋由于靠近北极 气候极为严寒 气温在零下处10度可以说是长久的事 船上的鱼工如果不做好保暖 随时会死于室温 北太平洋气候恶劣 水流湍急 这直接提高了捕捞的难度 鱼工工作的海域随时会出现12米高的巨浪 以及时速高达128千米的狂风 狂风卷着大浪 直接拍打在甲板上作业的鱼工身上 而被海水冲刷过的甲板极为滑腻 一不小心就会摔倒 根据调查 在全部因捕帝王蟹而遇难的鱼工中 被海浪卷下船 而遇难的人占了整整80% 鱼工要顶着狂风巨浪 操作笨重的又捕龙捕帝王蟹 捕帝王蟹的龙子十分沉重 足足有318公斤 沉重的龙子被狂风刮起 急易把旁边作业的鱼工打成重伤 鱼工在操作设备作业时 难免会出现失误 而这些失误可以直接导致他们残疾甚至死亡 很多鱼工在完成捕捞作业下船时 浑身都是伤 被沉重的龙子打断的肋骨以及四肢 处理活帝王蟹时被夹伤的手指以及胳膊 这些对于鱼工来说都是夹伤便饭 捕帝王蟹因为恶劣的自然环境 以及艰苦的工作条件 而被称之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 毕竟高风险高回报 它的收入自然也是最高的 工作时间自然也是最短的 捕帝王蟹的鱼工一天工作21小时 就可以赚10多万美元 只需要在船上干满10天 就可以赚100多万美元 而捕帝王蟹一般只需要工作10天 换句话说 只需要工作210个小时 就足以获得将近700万元人民币的高昂报酬 当然 捕帝王蟹这份工作并不是谁都能做的 一般只有远洋航行经验极为丰富的老渔夫 以及一无所有想绝境翻盘的赌徒 才敢去从事这么危险的渔业活动 那么 来之不易的帝王蟹 吃它也要讲究技巧 吃过帝王蟹的人都曾被告起过 吃帝王蟹不要吃蟹黄 对于喜欢吃螃蟹的人来说 蟹黄是螃蟹身上最好吃的东西 而帝王蟹这么贵 不吃蟹黄实在是浪费 此外 不吃蟹黄严重背离了中国人 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那么 为何还是几乎没有人吃蟹黄呢 很多市面上出售的帝王蟹 都是经过真空包装的蟹腿 这些是帝王蟹在捕获后 从身上活拆下来的 这些拆下来的蟹腿会经过简单处理 通过真空包装加工成半成品 相较于活的帝王蟹 这类螃蟹肉品质最刺 价格也更便宜 因此基本上见不到蟹黄 即便如此 也有人品尝过新鲜帝王蟹的蟹黄 根据他们的描述 帝王蟹的蟹黄 就像是水一样的液体 根本不好吃 而且帝王蟹的蟹壳内 几乎没有什么肉 肉大多集中在蟹腿上 虽然商家号称 帝王蟹都是在无污染的北太平洋捕获的 但是羊流仍然可以把污染物带到那里 很多海洋动物生活在重金属污染严重的海洋 自身沾染了大量重金属物质 帝王蟹会捕食多种海洋动物 这些东西在体内大量复集 很多都堆积在负责消化食物的内脏当中 帝王蟹的蟹黄也是它内脏的一部分 因此几乎没有人吃帝王蟹的蟹黄 在海鲜体内复集的重金属物质中 拱、身都是对人类危害极大的物质 长期使用被拱污染的海鲜内脏 容易患上万幸拱中毒 而拱会对人体的神经系统发动定向攻击 慢性拱中毒的症状主要有神经衰弱 甚至还会表现出幻觉以及妄想 而治疗慢性拱中毒也极为麻烦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以及金钱 因此吃帝王蟹最好只吃腿而不吃蟹黄 这也是它和其他螃蟹不同的地方之一 虽然帝王蟹在市场上极为常见 但很多人不知道 它名字里有蟹字 但却不是蟹属动物 它属于拟食蟹鼠 勘查加拟食蟹种动物 和喜欢偷房子住的寄居蟹是近亲 没错 寄居蟹也不是螃蟹 螃蟹最明显的特征是八条腿和一对钳子 而帝王蟹只有六条腿和一对钳子 帝王蟹曾经也有八条腿 但靠近蟹壳的那两条腿 由于经常不用而发生了退化 变成两根细小的触手紧贴在蟹壳上 而这两条退化的腿像手一样 主要负责清理财布的脏东西 帝王蟹虽然外壳和螃蟹相似 但是把翻个底朝天就会发现大有不同 螃蟹的肚子呈对称的椭圆形 属于短尾木动物 而帝王蟹的肚子则是不对称的圆形 右半部分卷曲严重 属于歪尾木动物 把帝王蟹和螃蟹区分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螃蟹的移动速度极快 而帝王蟹只会慢悠悠地散步 不仅如此 帝王蟹的运动方式也十分和螃蟹不同 大家都知道 螃蟹只会沿着身体两侧横着走 这导致转向十分不方便 而帝王蟹可以到处走 甚至可以向四周任何方向转动 相较于螃蟹 帝王蟹的运动方式 则更为接近同为节肢动物的大型蜘蛛 捕捞帝王蟹是当之无愧的高危职业 所以帝王蟹的价格高昂并不过分 而作为普通消费者的我们 对于这种高档海鲜 没必要趋之若鹜 因为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 如果您喜欢熊探长的视频 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加关注 您的关注将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